谜题终于解开了 只是不拘挑战 凡事求个明白 算是本情难改 可以还你公道 我又不乐不为 一些漫不经心的说话 将我以火解开 一种莫名奇妙的冲动 将我继续追寻 你的一举一动 我却非假流行 只要真想打败 一切 一切无愧于心 来 卖瓷器了 包拯 王爷 知道有人跟踪你吗 拿下 杀 可温 你一定要抓住他们 是 皇上知道有人要暗害你 特派本王来保护你 皇上 包拯 本王知道你一定很奇怪 实际上本王亦不怕直野 的确 以前本王对你没什么好感 但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带过来 带过来 走 跪下 是谁让你跟踪包拯的 要杀就杀 你为什么要跟踪包拯 帮包拯 无可分告 好 本王念你是条汉子 暂且把他押回王府 走 包拯 你知道是谁派人跟踪你吗 看来 你还是不相信本王 王爷 我怎么会不相信你呢 那最好 本王想过了 我们俩都是为皇上效力的人 何况本王又特别佩服你的聪明才智 王爷过奖了 那就让我们一起合作吧 为设计好好尽一份力吧 王爷言中了 皇上要见你 皇上有要紧的事要跟你商量 走吧 我有要事在身 皇上倒不如 包拯 皇上说的话可就是圣旨了 你不会违抗圣旨吧 下官期待 好 走 王爷 你要带我去哪里 就在前面 跟本王来就是 两位相官 请 请 来 进来 皇上万岁 免礼平身 谢皇上 此座 谢皇上 包长 别来无恙服 脱皇上的红服 跟朕还客气 皇上 你的伤也无大碍吗 没什么大碍 只是留下这个疤 你奇怪朕为什么会在这里是吧 皇上怎么会在这呢 这个你待会就明白了 向阳王 启禀皇上 皇上 果然料事如神 今天的确有人跟踪包拯 而且其中一人 已经被臣弟给逮住了 知道是谁吗 还不知 但是臣弟一定会查出是谁人指使 皇上 你那么急找我 一定有什么事吧 向阳王 包拯 皇上召你来 主要是想设宴款待你 先吃饱饭再说吧 皇上 微臣有要事在身 要不然我晚一些再来吧 包拯 皇上的确有要事要跟你商量 你先别着急 一会便见分晓了 对 前王说的正是朕议 来人 上菜 快点 王上 长老 有人来看你们了 公司先生 公司先生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们怎么了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公司先生 你听我说 我问 好了 你们两个一个一个慢慢的讲 王朝 你先说 我被怀疑奸捷 甚至可能变成奸杀 什么 我也一样了 什么意思 受害人已经昏迷 可能随时会死 所以我和王朝随时可能被改控奸杀 怎么会是这样的 你们到底做什么了 我们什么也没有做 一该说 我什么也没有做 那我也什么都没做 我明明看见你走 那我也起眼看见你了 好了 你们俩就不要再争先空耗的了 什么你看见他 他看见你的 王朝 你先说 这件事情 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才好 总之非常离奇 张龙被怀疑强奸未遂 伤害他人 而现场唯一的证人却是我 我也的确看见张龙走进那个被害人的房间 公司大人 我根本没有去过那个房间 其实我整个晚上都待在屋里 到时我看见王朝 他走进另一个被害者的房间 我哪里也没有去 我一直待在自己的房间里 你们两个说清楚点好不好 完全把我给搞糊涂了 好了 王朝 还是你从头到尾详细的给我讲清楚吧 是这样的 东孙先生 我和张龙一路跟踪那个杜家到了京城 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那个杜家也不知道我和张龙在跟踪他 一直到了京城的城郊 我和张龙一路跟踪那个杜家 我和张龙一路跟踪那个杜家 走 走 你们来了 等你半天了 是吧 怎么才来了 担搁了 行了 咱们先走吧 好 走 我们便继续跟踪下去 可那两个人带着他进了一个叫粉蝶山庄的地方 我们两个就守在外面 可是一连等了两天 也不见那个杜家离开山中 甚至山庄里所有的人都没有离开 于是我和张龙就开始怀疑起来 我们正打算想办法摸进那个山庄 可是忽然从山庄里蹿出两个蒙面人 于是我和王朝便紧紧的跟着那两个蒙面人死去了 没想到竟然是两个兽女 我们觉得好奇怪 于是就一路跟踪下去 一直来到了一个叫网宁的客栈 客官请 老板我们早就定好房间了 是吧 你们稍等啊 好的 我看一下 没错 小王 赶快把这两位客官领到地甲天甲号房训 是是是 两位客官这边请 请请请 请问老板 你们这里有房租吗 有有有有 我们打听之下 知道他们两个女孩子竟然分开两个房间 心里觉得更加奇怪 心想这其中必定有蹊跷 而那个客栈凑巧只剩下两个房间 这两个房间又正好在那两个女孩子房间的对面 于是我们俩就分头租下了那两个房间 决定分开见识 那个客栈分为两层 他们一个住楼上一个住楼下 王朝负责楼下 我上了二楼 请问哪位客官住在这一层 我请您稍等一下 好 客官请随我来 您的房间在地乙号房 不知这里是怎么分配的 是这样的 到尽头靠左那间是地甲 对面是地乙 然后是甲乙丙丁 这样排过来的 楼上的就是天甲天乙楼 不错 格局都是一样的 客官请 请进 那天晚上我一直在房间内 因为我房间的窗户正对着对面的房门 所以我就打开了一点窗户 一直在监视着 可是对面房间里的女孩子一步也没有离开过房间 因为门窗都紧闭 所以我也不知道那个房间里是什么情况 我也一样 整晚在房间里监视 后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睡着了 将近三更的时候 突然有一阵奇怪的声响把我给惊醒了 柯哥 这样才受 结束了 妻子 准妻 魔队 身体 林与 你们能肯定是三更吗 没有听错吗 肯定 是三更 肯定说不了 同一时间 一个在楼上 一个在楼下 怎么会在同一时间在自己的房间内看见对方 所以我说 这个事情离奇就是这个意思了 以后发生的事就更加匪夷所思了 对 我甚至还看见王朝 他偷偷摸摸的开了那女子的房门 还潜入了受害者的房间 你 你 你 放开我 走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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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朝 你的情况跟张龙一样 对 你放开 你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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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似乎不大可能 同一时间 一个在楼上一个在楼下 还能清楚的看见对方 是很清楚的看见对方了吗 不算清楚 也不算不清楚 我虽然只看到张龙的背影 但是他的着装跟他是一样的 我也是一样 不是 你们都没有看清楚对方的相貌吗 也就是说对方有其他人假冒了你们 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当我们被发现的时候 却倒到了案发现场门口 什么 小二发现我们的时候 我倒在了二楼的案发现场 就是张龙发现我的地方 而我却倒在了一楼的案发现场 而且我们手里还拿着凶器 也就是说是其他人把你们搬到案发现场的 不是 你怎么知道 时间不够 时间不够 不错 据那个叫小王的小二说 是他发现我们的 他也负责晚上打羹 他说从他打完三羹后 直到发现我们的那段路程 根本不可能有人将我从二楼搬到一楼 肯定吗 十分肯定 因为他们做过试验 结果确实是没口 如果这件事情只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 我一定会以为我得了业游症 我也是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但除非我们两个人同时得了业游症 否则也解释不通了 原以为马哈和赵虎他们的案子不可思议 怎料到我们遇到的这件事情 竟然是更加的离奇 那些受害人他们现在仍然昏迷着吗 好 来 打赏 真想不到在这里也能看到这样令人心神荡漾的歌舞 您说是吧 皇上 确实 这也难怪他了 不过话虽如此 他究竟不是一般的人 是吧 这话说的也有道理 包拯 你一定不知道我和皇上在说什么 不过过一会你就知道了 这也是皇上叫你来的主要目的 是吧 皇上 对 进来 皇上万岁 平山 谢皇上 怎么样 已经过了好一会了 我想也该差不多了吧 包拯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答案吗 马上就见分晓 一会就随本王去吧 皇上 走吧 你把他干下去 好 你把他干下去 来 走 走 你在门外看好了 进来 连人 你怎么来了 里边坐 去 去拿点银子去 再拿点音乐 来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我们都在红渡厥 请坐连人们 你在这儿 彻底过来看一看 你看啊 真好 来 别说那么多了 来 倒上 都倒上 好 这就叫得快活是且快活 人生几何啊 是不是 对 一起来 这就叫难得糊涂 也叫难得风流 来 喝 怎么样 怎么会是这样 那个真的是三连王吗 确实是他 他怎么 他怎么 这就叫做 画虎画皮 难画虎 知人知面 不知心 不可能 不可能 王上 想要吗 怎么样包拯 感觉如何 是吧 我知道 你心里一定很难过 本来嘛 你和三连王是知己 看他现在这个样子 谁心里也不会好受的 他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 三连王从小到大一直是一帆风顺的 没有经过什么风浪 是啊 想不到遇到这点挫折他就露出本性来了 皇上 会不会 直说无妨 会不会三连王有什么苦衷 包拯 皇上也的确这样想过 是吗 皇上 是啊 他去本王调查 三连王好像没什么苦衷 他每天都要来这里 而且到三更才离去 喝得酩酊大醉 回到府里 直到第二天下午才会起床吃饭 什么也不做 直奔这里循欢作乐 真是令人痛心 包拯 你都清楚了 好 回宫休息了 真看你在这劝劝他 走吧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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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呢 来 来 来 都滚开 都给我滚开 滚开 滚开 还手啊 你为什么不还手 你还手啊 住手 今天的性质 都让你们给搅了 扫兴了 你 王爷 扫兴了 你放手 扫兴了 走 真的是你 抱着 你都看到了 我爹他 不 他不是我爹 我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爹 小心点 王爷 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也不知道 我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就完完全全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王爷 他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其实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只不过受了一点小小的打击 我真的不知道他竟然会受不了 他受什么打击了 大约是在一个月前 皇上跟所有的大臣 在千刀山 狩猎了 是 皇上他突发奇想 想来一场比赛 好 行 山挑 好 滚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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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王爷败了 所以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因为这么简单的原因吗 起初我也想不明白 这算是什么原因 可是经过这件事情之后 我爹一直铁青着脸 后来我忍不住问他 他才对我说 如果这场比赛能胜出的话 皇上是有赏赐的 赏赐的是一柄叫龙泉的宝剑 我爹跟我说 他很想得到这柄宝剑 可是没想到 却被喝奔抢到了手 这件事情之后 他就待在房间里面足不出户 直到过了十天以后 他就开始喝酒 开始消沉了 换个地方说 好了 这里比较空旷 不怕说话了 有人在偷听 或许 回到京城 机里觉得很不舒服 三联王会不会在假装呢 假装 对啊 因为联王实在不像会沉沦成这个样子的 可他为什么要假装呢 或许 他在躲避什么 有可能吗 我 我不知道 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事 没有 有人对联王不利吗 我真的没有发现一点点迹象 这便奇怪了 真的没有发生过什么 我一点都没看出来 整个气氛都变得不对劲 皇上居然和襄阳王那么要好 而且京城里都注买了襄阳王的兵马 可怜王却变得一塌糊涂 这一切似乎都不合理 但事实的确是这样的 一定有些东西被隐藏起来了 是什么呢 有什么被掩藏起来了 好 抱着 我也希望爹是在掩藏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你答应我 一定要替我找出真相 这的确很难 我真的不希望有这样一个爹 我希望他没事 是 这边 自从那个案子发生以后 这里就显得很阴森似的 他们当时就住这两个房间吗 男的住在这一边 女的住这一边 我早就看出那个叫王朝的 不是什么好货色 他老跟那个叫张龙的 一块打听那两个女的 但是没想到 他们竟然如此坏心肠 那两个女孩子满可爱的 我们到楼下再看看吧 这一层就更不用说了 比上面一层还要阴森恐怖 自从案发以后 再也没有客人赶来这住了 嗯 好 王朝住在这一边 受害者住在这里 听说是你发现他们的 没错 王朝就倒在楼上受害者的房外 张龙就倒在这里 他手上还拿着凶器呢 您是负责打羹的吗 是的 我习惯的就从这里开始打羹 然后一直抱羹抱回来的 抱羹最后的地点 就是这间客栈的后院 最后我还要到处去巡视一下 你从后院到这儿的期间 有没有停留过 没有 非但没有停留 我还加快了脚步 为什么 因为我好像听见里面有些声音 我得过来看看 如果从那里将昏迷的人拖到这里 然后再拖到楼上 他们还没有把人拖过来 我就已经在这儿了 不可能的 再说这通道本来就是通到后院的 前后十几步路 走一个来回是不可能的 别说还要上楼了 我听那些牙医说 他们身上的伤都咽过了 就是他们手持的凶器所伤的 那有其他的客人发现吗 没有 他们那天都说很累 结果所有人都睡得特别的沉 我惊叫了起来 他们才起床的 那楼上那个人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也差不多是同一时候吧 本来我还以为是楼下出了事 怎料我一叫 楼上也有客人叫起来了 我上楼一看 才知道楼上还躺着一个人呢 这两个凶手想起来他们也是真够倒霉的 他们竟然昏在了这里 想必是两位受害者 不甘受辱 拼命挣扎 他们才会功亏一篑的 等他们发觉支持不住走出来的时候便昏倒在地 这真是天网灰灰呀 小二 你不是说这里没有人住吗 可以租给我一间房子吗 你敢住吗 没问题 这还得问一下老板 客官 您是来找人的吧 您叫包长大 对呀 有位叫公孙策的先生 留给您一封信 都看过了 果然是怪事 可以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要将一个人从楼下搬到楼上 另一个从楼上搬到楼下 除非只有一种可 垂直升降 垂直升降 对 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房间 应该是皇朝的 他的正上方式张无 除非这两个楼层之间有暗阁 可以将一个人升上去 同时将另一个降下来 这样才有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一行换一遍 当然你也检查过了 这中间是没有暗阁的 不错 所以这才让我迷惑 碰巧两个受害人都昏迷未醒 他们极有可能知道事情的真相 实在是太凑巧了 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两件奇案在他们身上 先是赵虎和马翰 紧接着就是王朝和张龙 你不觉得这太巧合了吗 包拯 你的意思是 我一直认为 世界上任何事情都不会那么巧 我赶到 我赶到 赶到有一张网 一张正在向我们张开的网 你是说有人设下了天罗地网 等我们钻进去 如果这两个是布局 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精心的布局吗 是什么人布下了这样的局来陷害他们 陷害他们 可能只是这个布局的开始 是 包拯 你的意思是 他们的矛头是指向你和我 又或者在深意 展昭呢 我也正想问你 不会展昭也 现在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我们现在真是危机重重 是 那我们也只好步步为营了 真是太不寻常了 如果这些都不是平行线 总会有相交的一点 我们留在这里没什么用 还是赶快进宫 宫中出什么事了吗 我看 现在没有什么事情 但是很快就有事情发生了 而且是识破天经的大事 此话怎讲 别走别说 这件事情看来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 王爷 你看我这步棋走得妙吗 一日没把老帅给除去 一日就不能算赢 我已经砍了那么些羽翼了 你这老帅还保得住吗 那个连环马呢 我把马腿一别不就成了别交马了吗 对了 还有那个小兵呢 小兵过河 没那么容易 丁卫 看来这一次你把什么都算计在内了 真是布了一张天罗地网 王爷 你放心 你的最终目标已经指日可待了 皇上 别急 再等一下 他马上就来了 皇上为什么要等他来才能做决定了 这集思广义 皇上 臣弟襄阳王叩见皇上 襄阳王 免礼 朕不是说过吗 没有外人的时候不用行此大礼 谢皇上 包拯他不是外人 放心吧 是 皇上 怎么样了 启禀皇上 关于张龙照虎王朝马汉的案件 臣弟已经认真仔细的调查过了 如果他们的证词确实属实的话 这的确是一段奇案 一般吗 皇上 从情况来看 犯人的证词的确令人难以置信 而且他们犯罪的证据又十分确凿 这样 但是朕和包拯的交情你是清楚的 臣弟明白 皇上 恕臣弟斗胆直言 这件案子说难办也难办 说容易办也容易办 不过是皇上金口一开 如果朕下一道圣旨将他们放了 皇上 他们都是嫌疑犯 不能就这么把他们放了 包拯 本王十分佩服你刚正不阿的态度 但你想清楚了 张龙照虎他们确实是你的朋友 你真的不想救他们吗 当然想 但也要让人信服 一定要找到证据证明他们的清白 这样才不会让人觉得皇上寻思 可是襄阳王刚才说过 这两件案子不容易破 我一直认为世界上没有破不了的奇案 如果不是他们做的 就一定有其他的原因 既然有其他原因 我就一定能把它找出来 包拯 皇上 如果你不是来向皇上求情 那你到底为何而来 我希望皇上网开一命 暂时将他们押在东郊大牢 这样 启禀皇上 根据包拯和皇上的交情 这实在算不上什么要求 包长 微臣在 朕准奏 谢皇上 不过朕有一个条件 皇上有什么条件 你要拿一样东西与朕交换 什么 朕不是赐予你一块免死金牌吗 你经常说怕朕给那些大臣们有寻思的感觉 所以 这面金牌是当初为了破贪污弊案皇上遇刺的 这个案子已经破了很久了 我想也应该是时候把它交还给皇上了 包长 你说的对 现在形势不妙 皇上收回了你的金牌 就意味着他以后不再为你撑腰了 但从推理上讲 他没有理由不相信你而去相信襄阳王 难道那次行刺事件以后真的令他改变了那么多吗 会不会皇上有什么把柄在襄阳王的手里 有这个可能 会是襄阳王布的局吗 有点复杂 为什么 上次我被人跟踪 竟然是襄阳王的人把跟踪我的人给抓起来了 你知道有人跟踪你吗 拿下 会不会是他们故意做戏给我们看的 我不排除这个可能 复杂的地方也在这 包长 现在形势紧急 要不然我们先离开皇宫再说 可是皇上可能需要帮忙 而且十五那天展昭要被封为玉貌 那天我们必须在场 如果我们现在离开的话 会让对方感觉我们已经开始怀疑 这样他们反倒会谨慎起来 可是现在他们在暗我们在明 很容易被他们算计的 没有病来降等了 包长 这不是你的风格 那我该怎么办 那我该怎么样 会不会是因为三连王 我不知道 你怕这次牵涉到三连王 你怕这次又跟以往的案件一样 最终犯案的凶手虽然都十分值得同情 虽然他们都有一个悲惨的故事 但是他们都犯下了一个不可原谅的罪 犯案的凶手不论身份高低 同样要接受律法的制裁 这是你的原则 所以这次你怕三连王要如此的下场 所以你有点异性阑珊 你有点怕了 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我有我的弱点 可这一次你不可以出错的 现在是王朝马汉张龙照虎 接着就有可能是展昭 接着是我 最后轮到的就有可能是你自己 这一次牵涉到的是权力最高的人 如果出错不单是我们 就连天下的百姓都可能会有难为了 你说的对 但我能怎么样的 我控制不了内心的不安 我很忐忑 这样吧 龚苏泽 你给我一天时间 让我冷静一下 可以 不过你也要答应我 一天之后你要重拾信心 找回原先那个有自信的 天下没有破不了的案的包黑炭 好 来 展昭把什么都告诉我了 你这算什么呀 你改姓乌我改姓老了 是乌龟是老鼠啊 难道你也改姓多了吗 多管闲事 好啊 你愿意这样自我封闭是不是 我什么都不管 我已经尽力了 去去去去 是 王爷 你们都先退下吧 都别动 他们是我的朋友 你说退下就退下 王爷 我有事要跟你商量 什么事 有什么事比咱们喝酒还重要 来 来 押下去 给我拿下 王爷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 一向黏绵正直的联王 为什么变成了醉生梦死的罪王了 大胆 你竟敢侮辱本王 押下去 打巴士 是 王爷 王朝 马瀚 张龙 赵虎 他们都遭了陷害 包拯他现在又在闹情绪 大事不妙 而且皇上他又 住口 押下去 重打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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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王爷 王爷 你不能这样 王爷 请我解释王爷 你不能这样下去 王爷 好了 来 今日有酒 今日碎 得快乐时起快乐 来 喝酒 你要先喝 你也要喝 来 来 来 咱们喝个痛快 喝个痛快 来 喝 我再敬你一杯 喝 喝 来 来 喝 好 来 喝酒到这酒 来 来 我来跟你喝一杯 走 走 走 韩教头 是我 我是公孙策 韩教头 我知道你为人正直 为什么三连王变成了这个样子 你无动于衷 找 是 青阳王驾到 发生了什么事 他竟敢侮辱我们三连王 竟然有这种事情 联王命我打他八十棍子 得罪了王爷区区八十棍子 岂不便宜了他 贺奔 在 打他一百六十棍子 是 给我打 走 展昼 古森大哥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大的小展昼 见了本王爷竟敢这么嚣张 古森大哥犯了什么错 为什么要打他 小徒驴 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古森大哥这么弱 如果打他一百六十块的话 他就没命了 可奔 将这个小徒驴给我一起拿下 是 小心 平平君主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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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能在冬雨天空 月亮太阳再相遇 生命中只要有你 什么都变了可以 让所有流星随时都相遇 从此在人世上也没有无奈的分遇 我不用睁着眼睛看你远走的背影 没有变怀的情侦 没有失落的爱情 所有承诺永恒的相信心